改一下名稱,它會出現工作表 你可以把它改成樞紐分析表 樞紐分析表 如果要繪圖的話很簡單,游標放在樞紐分析表裡面 上方有個樞紐分析表工具的分析 這邊實際上就會有一個繪製樞紐分析圖的一個功能 把這個圖給繪製出來 如果說我要強調的是數量的話,那就用直條圖 如果要比例的話,哪個佔比最高? 那我就樞紐分析圖裡面的圓形圖 其中圓形圖的話,它有平面的跟立體的 還有子母圖,不過我們不要弄那麼複雜 我們用第一個好了,按確定 然後大小的話,你可以把它稍微放大 放大一點點,你可以看到這邊就出現了 台中是最多的,不過你會發現 這個圖雖然繪製出來了 但是它有一個缺點就是 你變成滑鼠油邊要放上去,它才會顯示 其實也不太方便 第一個,第二個的話就是說 如果我希望這個圖,它本身又可以凸顯說 台中市是耗電量最高的 那怎麼凸顯 所以這邊的話,我們可以再把這邊 這可以再調大一點點 反正就是讓它看起來比較 畫面大一點,OK 然後如果要修改這個畫面 第一個,你可以在這個圓形圖上面按滑鼠右鍵 因為如果我想要讓它在上面顯示 到底哪一個區塊是哪個縣市的話 那我可以新增資料標籤 裡面,我是建議你可以用這個 叫新增圖縮文字 因為新增標籤的話,它有另外一個方式 叫資料標籤,不過這個滿麻煩的 它還要加上去,然後再修改 然後它還要哪個不要 動作太複雜了 那我覺得這個比較簡單 你只要按右鍵,新增圖縮文字就可以 那圖縮文字好處就是 你要按右鍵,新增資料標籤 圖縮文字,它就出現了 OK,這個比較簡單 另外一個也可以,就是說 它動作有點太多了 你們也可以試試看 好,第一個 第二個如果我要把台中市凸顯出來的話 那我該怎麼做,很簡單 1選全部,2再選台中市這一塊 3往外拉 這樣就出來了 像月餅一樣 直接把這塊切割出來給你 好,這樣就OK了 其他的話,如果你要再更精細 上面合計有沒有 你可以把它改一下 A叫什麼 什麼 各縣市 給它一個名稱好了 比如說各縣市 什麼 用電 比例圖好了 OK,這樣子 好 這樣看起來就把它拉上去一點 這可以移動的 然後字呢 常用裡面字把它改成紅的 然後放大一點點 有沒有 這樣子 這個旗就可以不用了 這個叫圖力 如果圖力不要的話,你就選它 按Delete 這樣就OK了 好 那你的圖就出現了 感覺 其實呢 就會相對的 比 你直接看這個數字 說真的 你如果看原子資料 這個原子資料 你說真的 你給人家看 人家光看到這數字 能夠表現出什麼了 頭都暈了 如果你 給那個老闆看 這個就是我們 我們所有縣市用電的狀況 總共有十幾萬筆 直接給他 他可能想說 我看這個幹嘛 你可不可以幫我統計一下 可以啦 老闆 你看一下 這個是不是你要的 當然如果你給他這個表 他會覺得說 這個還是太 太不容易理解了 但是你看那個 右邊那個圖 相對會比較好理解 所以今天的話 請各位呢 試試看 把這個做出來 我想今天大概就差不多了 如果 假如說 你還有一點心力的話 其實我覺得 可以做第二種圖 哪一種 就是說 可以另外一個是什麼呢 行政區有沒有 加上縣市 比如說我想知道說 這個行政區 它的缺點是前面沒有縣市 比如說是應該什麼 新竹縣的新竹市嗎 還是什麼 西屯區 西屯區 應該是台中市的西屯區吧 然後小港區 應該是高雄市的小港區 但是你會發現 坎錯向下 它有三百多個啦 所以其實我們剛剛列前十大 行政區最耗見的 前十大就好了 十個就好了 所以我們可能會需要 第一個產生一個欄位 那個欄位就是要有縣市 加上行政區 兩個合在一起的一個欄位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就是說 我只要前十個 我不要這麼多 那怎麼前十個 很簡單嘛 這邊有個列標籤 有沒有 上方 它有一個值的篩選 裡面的話就有什麼 有沒有發現 如果你不要那麼多啦 其實你可以從這邊 找到值的篩選 再按一下前十項就好了 也就是說啦 有的時候我們其實要找 並不是要找全部 我們要找那個 耗電最多的地方 我們是針對那個地方 省電最好 比如說你 你想要讓家裡 省電下來的話 OK 那很簡單嘛 你就抓哪個最耗電的 對你把那個耗電的先抓出來 你省電就會有感覺了 像我每個月的電量 我都會做報表 所以我們家的那個 這個年度跟上一年度 我會比較一下 像發現其實真的 我們家耗電量越來越少 比較耗電的把它換掉 比如說像冷氣啊 我覺得冷氣最有感 以前那個啊 窗型或定品 哇它超耗電的 你只要換定品 感覺好像大概整個 整個電費 最多好像 兩個月就五千多塊吧 可是現在兩個月 最近一期好像一千多塊而已吧 OK 所以其實我覺得 這差還蠻多的 好 那這邊的話 其實就是前十項 我們來看一下前十項 有沒有 然後問你說是不是前十項 是 那你會發現 這個就前十項 再來如果再加上 它的標籤名稱 那就很清楚了 我們就可以抓到 喔 所以你會發現 為什麼西臀 台中是耗電冠軍 那最耗電的就是西臀 西臀有什麼 不知道 台中人嗎 還是台中人對自己也不太熟 OK 好吧沒關係 有的時候其實你找到一個方向 你就可以去深究 為什麼那個地方特別的耗電 小港應該可以理解 因為小港那邊應該有一些工廠吧 所以可以理解 然後還有新市 新市應該是台南 南科是不是在新市啊 這個我也不知道 所以其實這個耗電 它在上化 南科是不是在上化 好像是耶 上化好像最近那個 這個房價好像有點草高了 OK 所以請各位今天試著把 縣市做出來 然後做一個這個圖表 所以今天的第一個 作業大概就是把這個做出來 這樣 其他的話你們可以再延伸 然後就是把這個檔 記得喔 你存檔的時候 可能要注意一下 這個存檔的時候 你不能直接 你看儲存它好像會成CSV 所以你這個地方 請你 立存新檔 那存檔的話 比如說我把它存在桌面上好了 然後類型的話 請你改成叫啟用聚集的活業部 因為如果你沒改 假設你用原來格式喔 你剛剛做的一切全部消失 包含那個樞紐分析表 樞紐分析通通不見喔 因為剛剛的格式 沒辦法儲存 那剛剛有寫VBA的也不見了 所以記得喔 你一定要另存新檔 然後把它存成所謂的 啟用聚集的活業部 那檔名的話呢 你就給它一個什麼 什麼什麼台電 你就給它一個名稱好了 然後最後儲存之後 繳交這個作業就可以了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喔